大家好 我是中心设计者范思义 大家好 我是中心设计者来源 现在我们身后的就是香港警察学院 今天是香港警察招募的体验日 那么在香港警察学院里面会设有很多活动 来介绍香港警察招募的一些标准和要求 思义你知道吗 其实我从小就立志想成为一名警察 今天正好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一起进去来看看吧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有一个入职体能合格标准 然后我们让我们的香港的小伙伴 然后源儿去看看你的 看到这里有800万跑步 那男士3分11秒 我好像都不一样的 那这里4乘100的穿梭浦呢 10.92 都是有点挺难的 那这边的立定跳远的话 男士49.6 可能 可能我坐跑的话 可能不一样的都可以颠到的 那最后一个 然后我测试呢 76.3 我好像又可以哦 这个 我这个包呢 我差不多这么重哦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只警犬 我们现在问一下他的训练者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只小狗的情况吗 哦 他的名字呢就叫Sunny 那么他是一只爆炸品搜索卷来的哦 那么平时的工作呢 这样呢就会做一个爆炸品的搜索的 我们通常呢就会用一些食物啦 用个Kicker啦 那譬如好像他这样 他这样做到一些动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一个Kicker去奖励回他哦 然后就会奖励他啦 这样去做一些小小的互动啦 那还有做一个训练的 那我们都是透过食物啦 和一个正向的训练 令到他呢 去完成我们的工作的哦 是的 我听到刚才您按了一下那个声音是 这个是起什么作用呢 这个是一个确认他的一个声音来的 就是好像我们这样呢 平时可能哦 我赞你哦 好假 就是一个 Good boy Good boy 但是现在呢 我们用了一个Kicker呢 就会更加肯定一点啦 这个是一个Kicker的操作啦 因为他的声音呢 是一致一点 所以呢 小狗去听呢 就会是更加清晰去学习的 是的 那么他现在有什么成绩吗 就是现在 哦 他是一只 我们现在的动物守护计划 里面的一个守护之星来的 哦 守护之星 是的 那么他到 去到其他地方呢 就宣扬过爱护动物啊 还有保护动物的那个意识 那么除了 食物之外呢 那么我们还有些玩具啊 跟他玩一下 这样去 去做一个互动啊 很喜欢啊 很喜欢啊 真的 还有会建立回那个关系啊 是的 很高兴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好啊 那么这辆呢 就是我们警察部 交通部的电单车啦 那么R98RT 那么保马厂的 保马厂出 那么900cc 那么服役呢 就大概都已经十年 是的 那么大致上就是这样了 你还有没有什么 那我去试一下这个 你骑上去试一下 可以让你骑上去试一下 等等 好 是 左手捉住这里 左手这里 然后左脚就踏住这里 这里 然后整个人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然后有脚等过来 对 做得好 我告诉你怎样有型点 手肘沉低 是的 这里也是手肘沉低 然后挺直腰 挺直 对了 这样 这样是有型的 哦 好啊 出来吗 然后你试试自己拉直辆车 拉直辆力 哇 哇哇哇 不得了 哦 感应 很中啊 是中间的 中间的 差不多了 是的 现在你感觉到 看着它 是不是很轻身 很稳定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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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为什么呢 你感受一下 是的 因为重心对 只要这辆车的重心对 没有側向一边 哦 这样就可以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机动部队 我们机动部队基本上就是在一个完成了基本的基础训练之后 在外面接近完之后就会来我们机动部队去接受训练 可以利用不同的盾 不同的大小的做一个不同的方队去议实 是不是很重 大概15磅左右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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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重啊 你看 怎样 手这么串 哦 对啊 这样 对啊 这样 哇 都还可以 但是都要花一些力气 这个都是 学员日常都会做五万 食的类似的 那个餐单都会是这样 是的 不同 那就没那么寡 是的 就会 就是 开心点 对于一个 外形的标准 都会有一个特定的规定 所以比如女生的头发 基本上就不能碰领 所以你会看到 可能有个标准在那 就不能碰领 是的 就会很短 男生都是的 我们看到其实想要进入 香港警队呢 首先就要熟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基本法 这个应该是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由于您探索 혹시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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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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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